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多謝John Marker 的邀請 今天就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怎樣建功可以令到你的面試官對你有更好的印象 那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在這裡過去一年試過建功的舉舉手 先看看 嘩 都幾多 有沒有想過怎樣令到面試官對你更好的印象呢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首先就是 咦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首先我們要了解面試是怎樣的一回事 覺得面試是絕對理性的舉舉手來看看 覺得面試是有非理性成分的舉舉手來看看 嘩 很多了 其實面試本身就是一件好主觀的事 為什麼是好主觀呢 如果我們可以靠純數據 去不用見一個人而請一個人的話 那就不用面試了 那為什麼我們各大公司各大機構就要選面試 因為有主觀的成分 是不是呢 那我們有主觀的成分 這樣令到面試官對你有一個好印象 那我們教的方法呢 就是用一些語言技巧 好 先說說先從第一個部分敲門入起 我們面試通常會進一間房間 一間房間通常是個面試官或者是個老闆 我們是怎樣敲門的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如何敲門的 有很多人 各各各各 那些就是尋仇的 OK 各各敲三聲之後 我們進門後 進門後 就是這個很有趣的地方 我開門進去 當然要關門的 如果開門進去 然後我進去 突然扯了一聲聲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代表你沒有經驗 沒有在辦公室工作的經驗 你嚇到面試官 你是不是叫先聲奪人啊 這些 這些不是叫先聲奪人 這些叫嚇到人 OK 進門後也有一點點技巧的 通常有沒有人是左腰的 先在這裡 沒有了 那有一個左腰 左腰的話 待會你再自己調節一下 左右手 通常是右腰的 開門 右手開門 OK 接著開門之後 左手接著門柄 在後面關上門 小小聲 卡 關上門 不要吹噴 OK 那整個過程之中 你是看著面試官的 OK 當然就不是那麼緊 這樣 你自然一點 你不是說絕對的機械 但大致上是看著面試官的 接著 進去 那進去 我進了門口 站在這裡 你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站在那裡做甚麼 當然是介紹自己 你來做甚麼 你來送貨 拿單 還是來面試 你先說清楚 我 要不然怎麼知道你來做甚麼 我來面試的 那別人就知道你做甚麼 那我們怎麼說 說一句 早晨 我叫半澤積樹 我今天來見管理級的經理崗位 道明來意 道明來意 說到一清二楚 其實這件事 裡面的面試官都知道 為甚麼要再說一次 禮貌 你告訴別人 你是想來做甚麼 雖然你可能會覺得 這樣很多餘 每個人都知道 甚至乎是那個 Reception 消息 叫我進去的 每個人都知道 我進去面試 你這件事都做不到 請了你之後 你就對客人都做不到 明白嗎 面試是一個過程 令到面試官知道 你最巔峰的表現 去到哪裏 最好的表現去到哪裏 然後你將來 對客、對下屬 對不同公司的 counterparks 都做到這個效果 你就要表現出來 正如你買蛋糕的 難道你又說 那個蛋糕吃了 都是一坨東西的 不過一坨東西就擺出來了 好嗎 當然不行 當然是最好的方面給別人看 這個才叫面試 有些人又說 面試不如做自己 這句說話又是空洞的 甚至是空肺的 做自己 我剛剛你做自己 你就做自己 做甚麼時候的自己 你做剛剛睡醒的自己 OK 你做打麻將的自己 你做在麻將 我叫上上上的自己 那你說你做誰自己才行 你當然要做最專業的自己 最精會成工作的自己 那這樣才有意思 好了 進到門口了 然後他就會叫你坐下 如果他不叫你坐下 那怎麼辦 好嗎 可以去罰棄嗎 甚麼 再說一次 嗯 非常好 如果他不叫你坐下的話 那你都自己坐下 是不是 但有些工作 不叫你坐下 又不要坐下 有些要服從性很高的工作 OK 對了 你服從性很高的工作 那就聽他的指示 譬如你做保安員的 要聽命令的 那你就等他叫你坐下 你才坐下 他不會叫你罰棄的 對不對 或你可以問他 我可以坐下 明白嗎 如果你是建經理級的工作 說完之後 你就自自然坐下 因為這個是經理級的共識 這個是經理級的標準 我再說一件事 建功 這件事 其實無時無刻 我們都在這裡建功 你如果去到社會的某個位置的話 你不會有建功這件事 我告訴你一個經驗 就是 我這麼多年來 去不同的大學 我講很多話題 你去大學講話題 其實都要給他interview一下 你不會說 我想來講話題就讓你說 那待會請了一個傻人 去亂教學生 怎麼辦 不行的 他會見你的 他會跟你見甚麼呢 他會不會說 你想來大學講話題 你過來讓我先進去 行不行 不會這樣說的 他會說 我想來聊聊天 喝杯咖啡 聊聊天和喝杯咖啡 就等於建功 因為你是有那麼上下地位的時候 別人就不會說 我in你 這個這麼有 就是對比性 或者階級性的字 他會說跟你聊聊天 喝杯咖啡 其實已經在建功了 明白嗎 聊聊天就是在建功了 那我譬如說 有一次我去浸會大學講託 那講之前 他會叫我去聊聊天 那整個過程之中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我是身心語言程式學導師 是NLP導師 我就說教NLP的職場技巧 他整個過程之中 沒有問過你身心語言程式學 究竟是甚麼理論 是甚麼背景 不需要問你的 他就是問了我三大類的問題 聊了九個字左右 就問 你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需要甚麼呢 你最近看新聞 你覺得怎樣看 你覺得如果做的話 應該怎樣做 咦 這樣就結束了 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到最後 你就看他的神情 咦 他覺得OK 你是不是順勢而信 我三天之內給你一個提示 有細節的課程 自己懂得做 不要以別人開口 這就是一個比較深一點的interview 不會問你一些很working level的東西 為甚麼不會問你 因為如果你說話對答 是有那麼上限的水準的話 他假設你這些東西 都是懂的了 他不會逐條問你 哦 身心語言程式學有甚麼的學說 你解釋一次 這些是一些junior的功能 如果好一點的功能 你會問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無時無刻都在這裏建議 甚至乎你託朋友幫你介紹這份工作的話 你的朋友也在進入你的 如果說譬如我有個工 想做一間店舖的副店長 要找人搭路 那你和朋友會不會 喂我想做這間店舖的副店長 喂幫我交交 會不會這樣 當然不會 你的朋友也不會幫你 既然你這樣的態度 哇你這樣的態度 看到我的店長的話 那我做介紹人 我不是很沒面子 介紹過我不行的 當然是被人認得好一點 我想做副店長 看看我有什麼經驗 我做過什麼 讀過什麼 還有我看到你的店 需要什麼 那可不可以幫我介紹一下 那別人就懂得把這句話 搬過去給他的老闆 明白嗎 就算找人介紹 你也要教識他 怎樣介紹你 好了 下一件 自我介紹是否背稿 很多人陷入了一個問題 就是自我介紹是背稿 其實這件事是自我困死自己的 自我介紹根本就是一個溝通的過程 你要很想銷售自己 很想讓別人知道你有什麼值得他吸引 你有什麼幫到他 這樣 自我介紹不是一件完全資訊性的東西 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如果你有相關的經驗 你有相關的能力 說出來 如果你有不相關的經驗 不相關的能力 你就選擇性地想想說不說好 譬如我打算做 就做後面賣零食的 賣小食的 中式的食物的 做店長 那你會不會告訴我 其實我流冰很厲害 這件事是不重要的 多餘 你是流冰很厲害 那對於 營運一間小食店有什麼幫助 沒有幫助的 那你說出來 我又試過見過有一個學生 他想去找一些管理建材生的工作 做一些MT的工作 他就在自我介紹 他給我看 他就說 他在Found 5那一年 就試過做part time 做洗手間清潔的工作 但是他是大學生 還不是今年的大學生 是十年前的大學生 十年前的大學生是比較難的 他就在CV那裏寫過 當時做過清潔廁所工作 Found 5那時做過清潔廁所工作 我問他你寫來做什麼 OK 他說想讓人知道 我不介意做一些辛苦的工作 其實你要讓人知道 不介意做辛苦的工作 有很多方式的 你需要不需要說一件 Irelevant的事 因為你建的崗位 你不是做廁所的廁所 你不是做史偉沙的經理 你廁所清潔的工作經驗是不相關的 你是說你想做管理建築生 你要有領導才能管理技巧 計劃能力 文書能力 你寫一些不相關的東西 完全不相關的東西 人家就要想 你知不知道這份工作要求什麼 這份工作你做管理建築生 最重要的是什麼 想東西也可以 寫東西也可以 說東西也可以 你不是說很捱得虎 捱得虎是基本的東西 明白嗎 你就不會寫一些完全不相關的東西 當然如果你是做一個商場的管理階層 那又不同了 商場的廁所都很重要的 那你做過又有關係了 但如果你還賣時裝的話 那似乎又沒有什麼關係了 你說的東西都很關係 好了 又說一件事 你那個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的時候 很多人有反應的問題 就是背稿 背稿的意思是你背後有一個稿 你背後有一個稿的話 你就會陷入一個死胡同 就是要照跟那個稿 那譬如說 我是半澤積樹 我是公開大學學士畢業 科技大學碩士畢業的 然後呢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那一年的科大畢業之後 我再讀多一次 不好意思說漏了 有什麼問題 你不說人家都不知道你說漏了 你之後再說了 不行 但因為你心中有份稿 你以為要跟那份稿 你就露了你的底腕出來 是沒有稿的 這件事是直接這樣說 是溝通過程 是一個presentation 所以你要說了 介紹自己了 說相關的東西 說跟那份工作合適 有共同的 competence的東西 就是那個能力的東西 真心令到別人去認識你 OK 望著人說 顯示用語了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講語言技巧 我們先講多些顯示用語 講我們公司 我們一起 大家 如果我有幸入到我們這間公司的話 我們一定會 就去同心協力地做好這份工作 我們 明白嗎 其實這個是某程度的 小小催眠術語 他跟你 好像隔著桌子 好像是對立 那樣 你就要打破這個對立的感覺 你就要令到他 我和你坐在一起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所以說 大家我們一起 共同 一起去做 那他心底裡就馬上投射了一個印象 就是 好像跟你一起做的 實際上當然還沒開始 但是由於開始所說 建功本身不是一件好科學的事 是一個感覺 他感覺跟你一起工作的態度 是越深的話 他請你那種 Tendency 傾向就越高 明白嗎 所以用多些 如果我們反過來 你們公司就挺好的 好像你們這樣做 我也覺得OK 你的信譽也挺好 你跟我有分別 你跟我有分別的話 就是你是外人 明白嗎 所以我多說一些我們 就算將來你做一個supervisor 也好 你都不會說 你這班傢伙怎麼做事 因為我們這班傢伙怎麼做事 你都會這樣說 所以我一個方式就是 說我們 如果我有行可以進入這間公司的話 我一定會跟大家一起去 去做好這件事的 如果我有機會參加到公司的project的話 我一定會跟不同的同事 大家一起盡力給心機做這個project 如果我們有好的idea的話 我們一定會拿出來說 我們 大家一起 OK 不要說你 不要說你 你 你的話 就隔一條河 OK 適當的身體語言 身體語言又是很重要 很多時候有些人的身體語言 維持得不好很久 所以說兩句 由於建功是一個很消耗能量的過程 你要很強的注意力 很多人坐下就對了下來 OK 對了下來的話 其實不是態度不好的一定 但是肯定是你那個專注力不是很強 那個能量不是很夠 所以我們的身體語言通常都向前傾 就算別人在說話的時候 你都聚精會神地看著他 四目交頭 OK 如果你覺得我看著他的眼睛 我覺得很不自在 因為是這樣 我們中國人看著別人對眼睛說話 是會覺得不自在的 但是有些西方人 看著別人對眼睛說話才為之禮貌 你看著他對眼睛覺得不自在 心不舒服你又怎樣 你看著他的鼻子 看著他的額頭 都一樣 你猜他電子眼嗎 是不是 他不是電子眼 差不多就可以了 接著 他講的時候不時要點頭表示明白 OK 你用不著說出來後 嗯 是 嗯 知道 是 明白嗎 小小的聲音 告訴他知道 知道你收到他說甚麼 接著 時間線 時間線由左至右 甚麼是由時間線呢 我們小時候讀數學 對不對 數學不是有個Graph 十字形 X-axis和Y-axis 通常X-axis和Y-axis 零是在中間 接著遠一點的X-axis 遠一點就在右邊 OK 數目越大就越向右傾 這個大家都懂 其實我們心目中是有個時間線的 時間線就是 過去在這裏 未來就在這裏 由過去一路去到未來 OK 你看是對方向的 我看是不對方向的 因為你面對著我 剛剛相反了 你的左邊就是我的右邊 我的右邊就是你的左邊 過去我們公司在這裏 發展到十年之前 發展到五年前 發展到今天 發展到未來 別人先看是對的時間線 明白嗎 小小技巧來的 過去和未來 小小的身體緣 告訴他 好了 答完問題之後 會不會說 我答完了 會不會答完問題 你講一下你對公司有甚麼貢獻 可以 我有甚麼甚麼貢獻 我答完了 會不會這樣說 好幼稚 你見客也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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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見完 你就要先進去 是不是 進去進去 進去進去 我們 去 告訴他 我答完了 我做完了 那就行了 明白嗎 小小的語言技巧 或者有些人 聽不明白 他問個問題 我聽不明白 那怎麼辦 我不明白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給我聽 那當然不行 不專業 這個做法 你聽不明白 但又想再說一次 可以怎樣做 大家想想 我聽不明白又想再說一次 那當然想再說一次 所以再說一次的話 我們不需要再問他 叫他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問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的意思是 就是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會這樣 你確定了一次 你這個語言技巧 你確定了一次 如果他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就馬上解決了 甚至乎這個技巧 你其他情況都用到 你不懂得回答一個問題 要想十秒 那你不會說 這個問題 你給我幾秒想想 那又不專業 那又反應慢 那又不熟 那又不熟 你便問他 你的意思是這樣 你講的時候 你複述他的問題的時候 你已經在想怎樣回答 你便又買多幾秒時間回來 明白嗎 那你便可以不斷買時間 那你就回答得很有準備 如果不會回答問題 重複一次他的問題 跟著就說 如果這樣我就會這樣 OK 聽不明白的問題的話 都是重複一次你的理解 不是這樣我就這樣 OK 如果他再說一次 你都不明白的時候 那怎麼辦 怎麼算好 你完全不明白他在問什麼 但是這是一個很認真的工作 這是一個經理級的工作 你不能夠顯示自己無知 你完全不明白的時候 你就分析了 OK 你分析的時候 你大局地去分析 你沒理由少少都不明白 你最多不明白七成而已 那你就就著一兩個字眼 去分析大局 最後插一個結論出來 其實他都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但是你的分析過程 因為建工是互動的 他不會有一個ABC 答到A有多少分 答到B有多少分 未必有的 所以你就將它含糊化 策略性含糊 OK 大量運用中性的字眼 其實我們做事 出來做事 譬如你要代表公司也好 甚至乎你只是一個受課的前線員工也好 你都應該有大量的中性字眼在你的腦裡面 為甚麼呢 譬如你是一間 有隔壁的 隔壁的餐廳 你是隔壁的餐廳的 市政員來的 有個客人說 我覺得你的東西很難吃 我要投訴 那怎麼算好 投訴 甚麼叫投訴 我們公司沒有投訴機制 喜歡就吃不喜歡就不要吃 會不會這樣說 當然不會 那就對立 我們小公司沒有投訴機制 你投訴 沒有的 我這裡就最大 會不會說這些 當然不會 我們 如果別人有一個說話 是很負面的 還有我們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換框法 甚麼叫換框法呢 就是 將同一樣的內容 用不同的框架去演繹 OK 譬如我覺得你這裡的東西很難吃要投訴 甚麼叫難吃 前陣子 去葵涌廣場那些螺絲粉 有沒有吃過大家 有沒有進過葵涌廣場最近 有沒有聞到那股螺絲粉的味 你覺得香還是不香 我覺得 都見仁見智的 OK 我都不敢說好不好吃 免得在這裡拿一支咪咪這樣說 OK 這件事都見仁見智的 各有千秋 那就中性的字眼 是不是 你對於這裡的食物 就覺得不合口味 那就有些意見想表達 中性的字眼 你想投訴變成是有東西想表達 那投訴真的有東西想表達 對不對 你覺得很難吃 難吃就是不合口味 就是螺絲粉有些人覺得香 有些人覺得特別 譬如榴槤有些人喜歡吃 有些人不喜歡吃 明白嗎 所以大量中性的字眼 譬如 你再做一個公投 領班也好 阿頭 我覺得你們工作安排針對我 那你會說 我針對你 那會不會這樣吧 雖然你真的針對他 那他做得不好就針對他 這些大家都心照不孫的 那你會不會說 我針對你這樣 不是 我對你有特別的看法 有些特別的安排在你身上 我是特意知道你的狀況的 明白嗎 用大量中性的字眼 我覺得你個人很失敗 就是說 你說未成功而已 未成功就是失敗 失敗就是未成功 我們不要用失敗這個字 你是未成功而已 這次比賽輸了 輸了就是未贏而已 你不知道將來會不會贏 或者失望就是不如預期 預期可能很好 或者很差都可以 OK 又或者 我覺得公司虧損的 就是財務狀況未如理想 明白嗎 用很多中性的字眼 去中和這件事 這就是我們換框法律師 內容擺在不同的地方 就有不同的 meaning OK 明白嗎 就是用多大量中性的字眼 你怎樣學到中性的字眼 有沒有人可以想到一些方法 怎樣去講到中性的字眼出來 怎樣學 很多方法學的 不用錢的 想一下 開電視看甚麼節目 非常好 看新聞 新聞那些人 新聞的報道員 受訪的 重要人士 OK 都是 說著很多大量的中性字眼 OK 即使我剛才也想一想 受訪的甚麼人呢 會不會說官員 或者是公司老闆呢 我也不想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說受訪者 這個都是一個中性字眼的 如果不是我就說 我受訪的上市公司老闆 我就target了別人 明白嗎 那我都用一些中性的字眼 受訪者 就會用一些中性的字眼 我們就把這件事拉闊 就不需要這麼針對 暗賺 甚麼叫暗賺呢 電影暗戰 我看過 暗賺 我真的沒看過 暗地裡說是非 我也聽過 暗地裡 暗賺 舉一個例子 今天大家聽了我的講座 覺得半寨積樹做得很好 又英俊 又英偉 又說話又厲害 其實我都同意的 OK 但如果你這樣跟我說的話 我一定要假裝不同意的 如果你這麼直接跟我說 讚樂我又同意的話 我豈不是很容忽 我豈不是很喜歡人奉承 我當然要假裝到不喜歡人奉承 通常喜歡被人奉承的人 都要假裝到不喜歡被人奉承 然後又被人奉承 所以我們就有暗賺這個方法 暗賺就是說 你好像說一堆密碼出來 其他人聽起來是不太明白的 不完全明白 但是接收那個就很明白 我又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有一個老師 就 同學學生說 你覺得我的優點在哪裡 然後學生就說 老師的優點就是不喜歡人奉承 然後老師就 嗯 微微一笑 嗯 是的 其實就是奉承了老師 你告訴老師你不喜歡被人奉承 其實已經奉承了 就是讚了他這個美德 暗賺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讚這件 讚 要讚個面試官 讚個公司 讚個企業 為什麼要讚個公司呢 因為你那個人 那個 對公司的認識 和對公司的見證 一定比你更多 你是未進去的 你讚個公司做得好 你就等於讚他 譬如你見一個 PRO PRO的工作 你說這間公司的PRO做得好 就等於讚他 你不會直接說 哇 有陳生的領導 公司的PRO做得 真是非常有聲有色 哇 好東西好東西 你不會這樣說 這樣說是過了龍 over了 你說那間公司的PRO做得好 有邊際線做得好 那背後一定有一些 很精明的人 在帶著那間公司 哇 聽得很舒服 那個很精明的人 就是我 明白嗎 你就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們暗賺就是 讚個公司 讚個規模 讚個組織 而覺得 如果一起做事的話 成為行業領先者 一分之是我的崗位 暗賺 說得直接一點 就是你拜他 他才會拜你 就是這樣 好了 結尾的時候 我們說些甚麼好呢 多謝公司 多謝今天 給你一個機會 我在這裡給你們認識我 面試問 對我來說 很有啟發式 令我思考更多 希望我有幸 可以在這裡 和大家一起做事 說一句多謝 OK 一定要說多謝 多謝人的時候 別人才會多謝你 別人就會跟你握手 握手之後就很禮貌地走 走的時候 剛才入門 關門有技巧 你走的時候 關門是不是也有技巧 又會不會走的時候 砰一聲 你閃得多好 都沒有用 砰一聲 那一刻已經 又是關門開門 走的時候 到最後 轉一轉頭 微一微笑 拉回到門 小小聲 在這裡 說到這裡 今天 rac上台 內容 就到了